我拿一下 消防人员围成一团 一边安抚老翁 一边小心翼翼地 将卡在他头上的塑胶椅 用破坏剪剪开 每个动作都很谨慎 生怕不小心让老翁受伤 台东一名60岁的独居老翁 15日晚上独自在家 疑似走路滑倒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仰摔倒在地 老翁大半个头也卡进一把塑胶椅中 父亲邻居表示 老翁虽然是独居 但跟大家相处得很好 这几年因为生病行动受限 因此每天都会有社工到老翁家里 关心他的日常生活 当时社工一进门 发现老翁卡在塑胶椅中 马上报警求助 而消防人员用了短短几分钟 就顺利将老翁救出 还好发现得早只是受了点惊吓 消防人员也将老翁送去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俗信最后有惊无险 社工与邻居都松了一口气 记者潘志强黄阳台东 采访报道 凌晨三点多 高雄爱河惊传有人坠合 我想他有套上救生圈了 他没有力气好上来 经销赶到现场 一名男子泡在水里 缩性已经套上救生圈 男子双手交握淡定 等待救援 先生 右边这个体子有脚的空间 让你踩 还有力气吗 OK 有 消防队放下长梯 让男子慢慢往上爬 顺利从水中脱困 但他的女友疑似太紧张 趴在地上喘不过气 呼吸声相当急促 你男朋友没事 你先持续稳定 而且你呼吸 呼吸慢慢地 就有点换气过度了 女友换气过度 一度心脏痛 但看见男友没事 拒绝就医 警方调查 这对情侣自称 在爱河边喝酒散步 但视线不佳 踩空卧水 但也一度传出 两人相约 在爱河边谈事情 却意外发生 坠河事件 女友没办法拉起男友 力量不足 最后才报案 因夜色昏暗 男友不胜 十足 跌落爱河 情侣在爱河喝酒散步 原本是浪漫的事 但踩空坠河 瞬间变成惊吓事件 索性两人都没有大碍 结束这场惊魂 记者金信中高雄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新建案21楼外墙 清洁工人 正在过年前搭扫除 但仔细看 一名工人 站在里面指挥 而另一名则是 在外面擦窗户 而且没有绑任何安全绳 也没有戴安全帽 没有防护措施下 施工等于再玩命 擦完窗户 工人踩窗框 想要爬回去 但惊险施工过程 全被奴重置挤台下 因为你如果没洗你 骨髓你就下来了 当然是危险 这个没有防护的话 一摔下来 这边会影响他的房地产 事发地点在高雄中都市地 附近新建案 高23楼还在销售中 清洁工玩命擦窗户 和在专业人眼中很母堂 通常清洁工事 他们其实为了省城 清洁工事去6000 我们可能顶多在可能8000块 这个可能你要问我们工人 而未一规定 佩戴安全帽 安全帽 可储3万至30万元的罚还 劳工局前往稽查 最重可罚30万元 并且要求停工 可能是过年前 大楼清洗不好找 一般清洁工也勉强上阵 但只要风大一点或是狡猾 就会让房价大跌得不偿失 谢谢阅阵王书 高雄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大批警车开进巷弄内 警方迅速出动 现场起出两根铁棍 16日凌晨一点多 台中市北区大城街 发生青少年聚众追打事件 一群人大喊大叫 惊动周边居民 有民众不堪其扰 立即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的时候 现场已经没有人在打架 但原警还是将疑似 在场闹事的人 全部带回派出所侦办 经过调查 原来追打纠纷的双方 都是互相认识的人 疑似因为一名共同的女性朋友 有感情纠纷 因此相约谈判 其中李姓男子 与三名朋友纠团 约另一名红姓男子 到场谈判 红男见对方人多势众 迅速逃离现场 双方并没有造成 进一步的争端 现场逗留的三男一女 都被带回警局 进一步离清案情 以上对新主播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 摊放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 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 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